我们的梦想是可以每个月拿到8000的月薪 即使在上海本科生也只拿到2981而已 在外企会好一点是3627 可是我们的梦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 但是在这里我并不害怕 我的梦想职业是做一名软件工程师 目前在IT行业毕业生在中国的需求量里面是排名第二 而在全球的需求量也是很大的 尤其是软件工程师在2012至2013年度是最有前途的职业 如果你是SE的毕业生 每年可以拿到88,142美元的收入 如果你被大公司雇佣 像Google、Facebook、Apple、Synco System 每年可以给予10万以上的高薪 在中国大陆SE专业毕业生可能有8000人民币的月薪 在跨国公司可能有2万以上人民币的月薪 这不就是我们的理想了吗 为了实现梦想 不远千里 强逐跋涉从中国来到泰国 以前没有想过要来泰国 这里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决定在清迈大学的Camp学院 就是传媒艺术科技学院学习SE专业 清迈大学Camp位于泰国北部的清迈府 是的 这里就是喜剧电影泰总的拍摄地 如果你来到清迈 你会觉得这里的风景比电影里更迷人 什么是软件工程呢 我们的国家有特别的项目 我们的课程有特别的高兴 例如超越设计 在清迈的台湾 我们认为学生特别的课程 之前他们进入真正的市场 所以这会让他们感觉什么是真正的职业 和什么是真正的职业 我选择CAM的原因是这里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设备与国际接轨 我认为我们的学生会得到最高的职业 他们会参加职业的职业 在中国大部分毕业到IT公司工作的人是有知识但是没有经验 这就是我为什么来到这里的原因 我选择青迈大学KM的学院学习是因为KM的学院所有教学都是全英文 然后这个对我学习英文很有帮助 然后因为KM的现在有很多与其他国家的联合项目 所以说这给我了很多实习的机会 然后青迈大学的环境也很漂亮 然后在这里也可以交到很多外国朋友 然后对泰语的学习也很帮助 所以说我最后就选择在KM的 为了学习来学习的学习 在科学习的科学习的技术和技术 有三个主要方面的目标 我们要学习的科学习的学习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感受到国际的環境 我们的学生必须够准备工作与国际的社会 他们可以工作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SE的课程 CAMP还提供其他的IT国际课程 叫做组织信息学 我的朋友正考虑要来读这个专业 Many academic papers indicate that now one of critical skills for graduates i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nowledge In this program, the student will be able to design, analyze and also develop the software of the organization Moreover, they can also use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to make decisions, to analyze, to develop, to improve and to suggest to the company for enhancing competitive capability of the organization 我来亲迈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是本科毕业选择来CAMP读研究生 这里有两个研究生专业 知识管理和软件工程 Knowledge management is the discipline of enabling individuals teams or entire organization to identify, capture, evaluate, retract and shar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collect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Our program aims to produce knowledge workers or knowledge agencies who apply and explore knowledge creatively This knowledge workers can be able to add value to their work or even as well as to build innovation in their organization 知识管理专业对于大部分中国学生来说 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专业 但是在国际上呢 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也非常前沿的专业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知识信息时代 一个信息经济时代 我觉得知识和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无形的财富 学习知识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 有助于我们将这一无形的财富转化成有形的财富 而且在中国目前来说 这一专业的专业人才十分的缺乏 所以我觉得学习这一专业对我们的未来是大有前途大有可为的 谢谢 我迫不及待来到青麦 是因为青麦是泰国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 有着独特的文化 而且青麦大学在富有盛名的素铁山脚下 每天起床以后 可以骑自行车欣赏美景 呼吸新鲜的空气 从教室的窗户往外看 就能看到素铁山上的双农寺 双农寺是进化心理和文化的圣地 更是绝佳的旅游之地 泰国本地人既尊重传统文化 也追求现代文明 二者和谐共存 我们到了Cent 让我们并不感到孤单 这里的老师和学院里的工作者都十分热心 这里的设备很现代化很先进 学校的宿舍从硬件方面和软件方面来讲 都是非常好的 它和中国的大学不一样 中国的大学有四人间和六人间 但是这里是两人间 就是有一个非常宽敞的宿舍环境 宿舍里面有风扇 衣柜床 还有热水提供 楼下面呢 还有食堂 上网的地方 还有健身房 还有超市 然后第二呢 就是食堂 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食堂 所以这样呢 跟我们的选择面就比较的宽 然后校车 只要我们是清脉大学的学生 就可以免费的做校车 医疗方面 如果我们有学生卡的话 就可以免费到清脉大学的医院 享受医疗服务 对于留学生的服务呢 国际学院常常会举办一些活动 让我们去外面去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泰国的文化 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我们 提高我们的语言能力 也可以让我们去更多的了解泰国的文化 还有另一方面呢 我们就可以去和其他的国家进行交流 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我觉得这点清脉大学做得非常好 这里有很多外国留学生 其中包括中国学生 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活动 十分的融洽 在泰国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 在这里像是在家里一样 我不仅可以学到知识 还能够交到新的朋友 在这里的生活十分舒适 并可以了解到泰国的文化 更重要的是 这里的学习经历让我 离梦想更进一步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到这里的学习 里面就是学习 在学习的学习 你语言和我 在学习的学习 你语言 不忘了 你语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